影片中可以看到 珊瑚礁被以往覆盖 生態遭受破壞 这是北南乡富商护育区的 山岩湾海域 为了落实海洋环境的 保育永续发展 台东大学体育学系 透过USR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结合户外技能跟环境教育 积极培育人才 建构团队 投入环境保育 成立台东大学 海洋保育志工团队 东海岸这么漂亮的海景 然后又可以 不但可以增进 我们自己潜水能力 然后又可以帮忙 去清除海底下的 就是一些废料那些 那我其实觉得 还可以帮忙 帮助到那些海洋环境 我觉得还有错 藉由这个USR计划 我们可以长时间的 对在这个地方 投入生根这样子 认识之后 然后去发掘在地的特征元素 还有特色是什么 然后才能够这个适切的 透过我们熟悉的数位媒体 把它表现出来这样子 除了推动海洋资源永续发展 台东大学也在今年推动 台东Y计划 共创部落好旅游 东大树莓系学生 就针对台东经济 地理区的重谷 海岸南回三大区块 开发出一套部落旅游 相关资讯的APP软体 跟具有在地文化特色的 产品包装 像我们这一组就是 有做镂空这样子 就是客人他们会直接看到 我们商品是什么 然后这也可以做成展示用 就是有多种的多方面的使用 就是对于客人 就是之后再利用也都还蛮有 利用价值这样子 从游客中心获得到这个APP之后 可以在金风箱的境内 让使用者和当地的店家 以及让他在整个旅游的过程中 增加一些趣味性 这次计划结合文修系 体育系 树梅系 为台东三区块调查 实际了解在地文化资产 并协助保存推广工作 让学生展现校内所学 提升实物经验 期盼为部落建立旅游新商业模式 带来新的经济契机 原事新闻物贼台东市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